近几年随着各种综艺的不断推陈初心 对于嘉宾的邀请似乎成为了收视率最大的保障 一档节目嘉宾邀请得好 收视自然也不用愁 但是什么人才是这些综艺导演最想请的呢 答案只有一个 四大天王 随着郭富城和黎明都登上了真人秀的舞台 毫无疑问张学友和刘德华也成为了大家哄抢的对象 歌手一档唱歌竞技类的综艺节目 作为总导演的洪涛就曾表示 张学友是自己最想邀请的嘉宾 可是张学友之后正面回复了 自己并不会参加这类歌唱比赛 并说到观众都不知道歌者在唱什么 凭什么他们可以来评判 直接说出了一些幕后的黑料 看来张学友是绝对请不动了 至于刘德华 自从自己星天公主的消息传开之后 爸爸去哪这档亲自类综艺 就曾多次向他发出了邀请 对于邀请刘德华也表示 他没有这个准备 如果一定要邀请 那他就要问一下自己的爸爸肯不肯带他去参加 不知道他爸爸带他去 节目组肯不肯要呢 对于如此高情商的拒绝 令身边的洪金宝都忍不住大笑 看来虽然有许多明星为了赚名气 不断的消费自己 可是和从不消费自己名气的两个天王来说 再强的综艺也不够吸引力让他们来加盟 反过来看看孙洪雷以前多霸气呀 现在不但被冯小康炮轰 确实也把自己的演技给毁得一塌糊涂 说综艺骇人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呀